省小钱靠记账 赚大钱靠投资 拥有财富 财有自由 理财生活课 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生活课 我是志愿 今天非常高的节目当中 志愿邀请到了 居民企业的理财顾问 好学历好哥来跟我们做分享 好哥您好 嗨 志愿好 我是好学历好哥 非常开心在空中 跟大家一起共学 这样来跟他谈的这个议题 其实在很多的科学园区里面 为了要留住人才 或者是在传统产业里面 只要有上市上柜 他们都会用股权的方式 来激励员工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给 核心员工免费的股权呢 我先这样讲好了 好哥自己也从科学园区出来的 某种程度上面 对于股权分配给员工 坦白讲的话 以前基本上是一个 蛮重要的吸引力 但是后来 因为要实价刻增 实价刻增的意思就是 像我们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具吸引力 因为股票的每一股面额是10块钱 如果今天我送10块钱来去课税的话 那基本上是税不是很高 但是现在目前的话 就是要实价刻增 比如说像台积电 一股的话以前是用10块钱 一股的话以前是用10块钱 现在如果是一股是1000块钱 1000块钱来课增挖 那你这个拿到的这个税就爆高了 所以相对而言对公司而言 它吸引力如果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它要做这样的一个股权 去让员工感受到这种被激励的感觉 效果不是很大 所以现在目前一般的话都是用奖金为主的 好 你能不能稍微聊一下 就是你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公司 类似用股权想要跟员工 达成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经验过 有耶 我在钱东家的时候 因为毕竟是很资深的电台 那他们本身也有上市上柜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未来要留住老员工 其实有开放股权 让员工可以认购 或者是说 在你达到某一定的年次的时候 会分一点点的小股权 给资深员工当作奖励 好 所以说你看 刚才志源讲到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两个关键呢 就是如果今天公司 想要去跟员工 建立一个比较长久的关系的话 有时候会开放一些股权 给员工认购 请问一下什么叫做认购 认购的话 就是公司 基本上是把股权 不是送给员工 还是要让员工拿真金白银来买 可能会有一些折扣 比如说今天卖给一般人的话 后卖给其他投资人的话 一股可能12块钱 那是给员工的话10块钱 这基本上给一点折扣 让你知道说 你可以额外从10块钱 赚到这2块钱 但是重点是 你还要拿真金白银来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刚才志源说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字 有的时候还是给一些 特别不错的员工 一点点的股权 一点点的股权 我很喜欢这一点点 这三个字 最重要关键是 这个可能是免费的 给员工 所以回过头来呢 我们在听完这一段之后 有三件事情 大家可以放在心里面 第一个呢 身为一个员工也好 或者是伙伴也好 请问一下志源 你觉得当公司 让你认购的时候 或者是说 给你一点点股权的时候 这样的股权 对你而言的话 会不会产生激励效果 会啊 因为变成你 也是公司的股东啊 所以公司赚钱 你就赚钱啊 对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我们会变成 公司的股东 大家记得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两个字叫做股东 他就不再只是员工而已 所以呢 既然我今天鼓励的 是鼓励他 从一个所谓的员工 变成股东的话 请问志源 我能不能稍微聊一下 就是你自己觉得 股东嘛 某种程度上面 也就是公司的一份子 也就是公司的老板 你觉得像什么样的人啊 你会希望把他拉成 变成合伙人 或者是跟我在一起 共同创业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 第一个就是你的理念相同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们愿意配合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就是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人 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他算是为公司 付出非常多的这些老员工 我觉得可以分送一些 免费的股权 激励他们 因为我觉得当 有这一份认同感的时候 你对于公司的相信力 是更高的 这就回过头来 刚刚讲的三个关键字 就相信力了 如果今天我们跳脱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来想的话 假设今天资源 我是你的员工 对不对 你觉得我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很认真 然后你给我了10%的股权 就是以后 如果公司赚了100万 你是老板吗 你就分90万 我就分10万 但是你一旦给我股权之后 发现不给还好 一给了之后 我这家伙突然就变懒了 然后从给的那一年开始 爱做不做 爱动不动 爱卖不卖 这时候你kimoji会不会觉得有点差 当然 是吧 为什么 我那时候是鼓励你 可是没想到鼓励你完毕之后 接下来我每一年 假设都赚100万 但是就看着那张蓝蓝的脸 啥事都不干 我还是每个月要再分你10万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回过头来股权 它不是只奖励一时 它是一旦股权分出去之后 它就一直一直奖励你 但如果今天 我还是公司的员工 还是公司的员工 然后今天公司结算盈余的时候 一共100万元 但你没有股权给我 你就是拿10万块钱奖金给好哥 鼓励我今年非常认真 第二年的时候公司还赚100万元 但是你发现我很懒 啥事都不干 身为这个老板的资源 你还会发钱给我吗 会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比例上要做调整 比例上做调整 我刚刚说我什么事都不干 你想要把我fire掉 你还会给我钱吗 我觉得好聚好散 就是还是会 但是就是额度上真的会斟酌 技巧很好的时候 你给我10万块钱 那你现在看着 要把我赶走的话 你要给我多少钱 除以十吧 什么叫做除以十呢 讲大白话就是 不会给到跟10万块钱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斟酌 为什么呢 因为奖金这个东西的话 假设用现金来去看 你会斟酌 它在每一年的绩效 给它相对应的付出 所应该配比的奖金 对不对 如果现在付出多一点的话 你就给它稍微多一点点 今天少一点的话 你应该少一点点 但是我们发现股权的 它的本质不是这个样子 股权代表说 你一旦把这个钱 就是把这个股权配比出去之后 不管说它未来付出是如何 占比例的这个空间里面 你只要赚了 你就必须分给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股权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奖励 它是一个长期的激励 所以既然是一个长期的激励的话 你就要找刚才智源一开始说的 理念相同的 而且你跟它知根知底 结识了非常多年 你认为说 它未来会长长久久地跟你在一起 就算有一天 你觉得它可能跟不上的时候 就算给它这些东西 未来你也无怨无悔 这个时候股权基本上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方式了 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讲说免费无偿的给股权 可是有另外一种 给它一点点百分比 让它可以去买 用真金白银去买 坦白讲 真正给免费的股权来得更好的原因是 我也许给它一点discount 其他投资人是12块钱 我可以用10块钱去买 但坦白讲 discount就discount 它还是拿真金白银来买 它可以认购 它也可以不认购 当它自己拿真金白银来认购的时候 它的认同感就已经从它付钱的那一刹那开始 你已经确认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就是绩效导向这件事情 要找到真正能够长久合作的伙伴 它本身而言的话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就直接用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是跟着每一年的绩效 来去做调整的 你弹性空间很大 但如果这个人你希望能够把他绑住 而且认为他未来就是一个公司的栋梁的话 适当的给一些免费的股权的话基本上是OK的 但是针对一些特别的员工 你还不确定 但又希望给他一些好处 能够把他绑住 或许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出资入股 什么叫出资入股 它自己用真金白银来买 所以其实很多的新创公司 他除了会给一些核心的成员 一点点的股份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给出去之后 未来你可以再给别人就不多了 未来你可以再给员工 去认购的比例也不多了 所以刚才智元讲说 对有一些一点点的股份 给一些员工基本上是OK的 尤其不能占太大的股份 未来的话 这些人如果说离开了 你光投票权 在公司内部去做决策也很麻烦 但是如果用真金白银去买的话 第一个 你可以确认说 它是等价的交换 就拿钱出来买 它自己有成本在这里面 被绑住的那种感觉 基本上会比较不一样 要不然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请问一下智元 今天如果好哥送你一个东西 然后没有让你花任何钱 你没有用到这个产品 这是第一种状况 第二个 你就花了比如说一笔大钱 然后买一个产品 然后没有用到 你觉得前面那种状况 会比较觉得可惜 还是后面这种状况 会觉得比较可惜 当然是后面 我花钱 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或者是没用到 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其实 某种程度上面 就是一个损失厌恶的心理状态 当我已经花了钱 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了 某种程度上面 我比较容易 把我自己跟这家公司绑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 身为一个公司的领导人 或者是核心的决策团队 如果要让这个员工 能够死心塌地地跟着公司 除了本身要去调度一下 它是不是在这个心态上面 或者是人格特质上面 本身就是一个很愿意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的人之外 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回过头来 把它跟公司用所谓的认股这件事情绑在一起 某种程度上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 因为很多的时候 真金白银这件事情是最公平的 要不然大家想想看 我认为这个人付出很多 所以我给他多少股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主观的判定 而这个主观的判定 没有拿真金白银去衡量的时候 坦白讲你自己心里有时候过不去 所以三个东西请我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绩效导向 你到底是长期绩效导向 还是短期绩效导向 如果认为是一个长期绩效导向 希望它不长期留下来的话 某种程度上面给免费股权是OK的 第二个如果不确定 它是一个能够长期在一块 但又希望能够留在公司里面的话 或许可以让它出点钱 让它看了认同度到底高不高 就用出资入股的方式 第三个如果你没有把握 现在目前所有的员工还是在一个初创阶段 每个绩效也都不确定能力怎么跟得上 或许用现金分红 可以弹性调整的方式 比直接用一个长期激励的股权 会来的好一点点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好哥 因为我曾经也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不是我 就是我周遭的 就是他可能要离开公司了 公司不想要让这样的核心员工 一直可以去领到这一个分润 那他们就跟他谈条件 要把他的股权给买回来 可能如果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条件 对他而言对公司而言都好的话 因为股权本身就是买卖的 如果今天回过头来的话 你买的价格非常高的话 对公司也是一种成本的伤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要发放股权 你要先想到后面这种情况 它有可能发生的话 对于公司而言某种程度上面 就是在还没有发之前 你的决策权比你发出去之后买回来的话 你仍存在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这就是一个我们在看看说到底激励是不是能够激励到 而不是说激励完毕之后反而对彼此的关系不是一件好事 这才是我们在股权激励的过程当中 要去认真思考的关键 所以有时候股东会还是要审慎考虑 因为有时候你已经分发了 分发之后你可能跟这个人可能关系决裂了 但是你又不希望他可以一直在分润的情况下 你就只好让自己所谓的利益停损 就在这个时候画下一个自尊点 我愿意花更高的钱直接跟你买断 对其实这个东西要非常谨慎的是 它不见得只是让你分润 Kimoji不好的关键 是它握有股权的话 它对你将来的公司的决策是有决策权的 它在股东大会是可以来投票的 如果他今天恶意收购再收购其他股权的话 基本上他可能就操控你所有的公司 当初这个贾博士就像被赶出去了 所以大家知道股权这件事情 它不是只有分润这件事情这么简单 它是可以掌握公司的决策方向的 这个才是在给股权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谨慎的关键 那这些脑口好哥的分享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思维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好哥的分享 谢谢 拜拜